国防部有没有为特定的政党或者是个别的委员服务 没有 没有吗 是 一事同仁 睽違近两个礼拜没站上直讯台 公道立委马文鞠没澄清自己泄密 反倒狂丁国防部泄密 就是不满提案135项删减和冻结提案国防预算的这项提案 但遭提前公开 如果不是国防部提供 不然就是委员会提供 是不是配合某些委员在做一些特别的一搭一唱的演出 我相信我们国防部同仁非常遵守这个外交官员会的这个程序 所以可能是委员会 是不是请赵伟可以调查清楚 什么一搭一唱 我又不是饶舌歌手还得金曲奖 完全可公开的资讯 那在那边吵吵吵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立足点 反倒是过去很多的机密 甚至包含录音档 还一路交到韩国去 我的老天爷 这种泄密方式这么的国际化 我自己也觉得说非常的钦佩 赵伟也忍不住反酸马文君 提案明明是公开资讯 却抓国防部当战犯 上一回为了挺马文君还气到拍桌的吴思怀 又有心意度 冻结你们的预算你们有意见吗 如果你再让这些国防部体制内的人 在媒体放话 我告诉部长 我就删减全部预算 马文君提135项国防煽动案 就被抨击是在报复国防部 如今吴思怀毫不遮掩公开报复立场 国防泄密风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静山宋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